第290日像 《情獨解成墨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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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到岸之後 就見到一座很宏偉的鐵王爺廟 鐵王爺為了送我們上來 耗盡他所有的精力 竟然是學家世歸了 他龐大的屍身就躺在岸邊 這一陣室外大雪紛飛 那天很冷 我和郭元勇就進到廟裡去躲避風雪 在鐵王爺廟的製品之中 我見到了一支散落的瓶裝酒 看來 也是時候去解開這個卓老相思讀 於是說 郭小姐 我們也算是結束了眼前的困境吧 嗯 也是時候 郭元勇明白我的意思 向後退出兩步 勉強露出了笑容 是啊 我也想不到 我們還有命想回來 孟大哥 我真的很高興認識到你 這個時候 我將之前準備好的假藥 遞給他 笑著說 郭姑娘 你找這一瓶酒來送點藥 那我們之間的恩怨糾割 就到此結束了 那 其實在這場恩怨當中 你對我更多的 是責任啊 我一下子疾著了 這個問題 我一時間真不知道怎麼回答好 是 我對郭元勇確實是心動過 但是 這種非比尋常的情感基盤 令我也很懷疑 你一些 到底是不是男女之情呢 郭元勇見我面色有點圍欄 有少少話 孟大哥 其實 可能拋開情毒的影響 或者我都真的未必會喜歡你呢 這個問題 你不需要回答我了 我願意吃了這粒解藥 就當是 發了一個 好長的夢在 郭元勇的眼眸 最後好心情這樣看了我眼 聽說 吃了這隻解藥之後 我就不會再記得你 以前的記憶 是不是全部都會消失啊 啊 就算你是不記得我 我們都可以再次相識的 他得到的太大很快 就冷靜回來說 你是什麼人啊 這裡 又是什麼地方啊 這裡是鐵王爺廟 我是馬安 那我 為什麼會來到這裡呢 我穿了穿雲正 有點圍欄地說 說起上來 說起上來 真是一匹布那麼長 總之我不是壞人 只是剛好 在黃河河底撞到你 就帶你上來了 而上到岸之後 你就暈了 郭元玉的記憶之中 雖然是沒有了我 但是 他都還會記得一部分 在黃河遭遇過的事 他很緊張地站起來說 哦 原來是這樣 那就多謝你先 我記得有個人 代替了花冬獎 那個人 不是就是你嗎 我心一瞎 就在我 不知道應該怎麼答話的時候 在外面 忽然傳來了一大棚人的叫喊聲 哇 你們看看 鐵王爺死了 到底是誰殺的 郭元玉就快速地向外跑出去 是裡面的怪人啊 我跑起兩步 亦都跟著出去 眼前出現了十幾個風水師 還有一些無私打扮的人 這班人 一見到鐵王爺的屍體 有些就找刀仔 來割他身上邊的鱗片 有些就死在雪葛獄 他們所有人 都看好鐵王爺身上所殘留的法力 那時候 有個風水師看到我之後 當場抽出一支信號彈 用力一拉 咻 砰 一團焰火 就飛上到天空 跟著他笑著說 哎呀孟少爺 你真是有本事了 法國兩家 本來要找鐵王爺來尋求庇護 誰知你反而把鐵王爺堆壞了 從他的衣著看起來 這個人應該是震摩台的道士 我知道此地不宜久留了 就想趕趕趕走回國家村 找陳狗他們離開 誰知道士一手攔著我 嘻 孟大風水師立了這麼大的功 為何要走得這麼匆忙 我都懶得跟他說那麼多廢話 輕喝了聲 懶開 這個時候 在空中傳來了一道佛門的音聲 在空中傳來了一道佛門的音聲 師主不遠千里而來 何必走得這麼急呢 貧政 都還未跟你傾上一計呢 貧政今天前來 是特意要消解你身上的魔性的 本集經已播講完畢 如果對我馬安的風水秘術有何指教 歡迎你收藏 點贊 以及留言 第292章 落入合圍 這個時候 卻見半空之中 飛了十幾粒佛珠鏈過來 這條佛珠鏈 發上莊嚴 威力光猛 分別向著我身上幾處耀月 不停地打過來 我後退了一步 揮劍隔開了這些佛珠 而在這時候 一度黑影 凌空一個關斗 落到在我的附近 找個袖袍一掃 將那些被我打散了的佛珠 全部收回到手上 然後一邊捏住佛珠 一邊就阿里陀佛地走上來 我的眼睛看 只見來的是 一個穿著黑色加沙袍的老和尚 眉毛很長 臉色平靜 卻是帶有三分威嚴 手裡頭 還拿著一條韋陀寒摩棍 他的身後邊 跟著一個老熟人 正是在東江市 房前串家見過的那個 酒肉和尚 酒肉和尚 曾經都是荒千村的門客 他用過一把斬頭刀來跟我打架 最後給我一腳踩斷他的刀 哼 什麼出家人 都要來找鐵王爺的好處 酒肉和尚就大聲喊我 我說 靚仔 我師父今天是特地來超渡你的 怪怪地放下兵器 任憑師父他老人家處置 我冷鏗了聲 怎麼超渡啊 物理超渡啊 老和尚就慢慢地說 請施主 想清涼智替法修行 從此不再經歷紅塵活動 直到消除了施主的魔性 才還你自由 好 哈哈哈哈 唉 這個橋段 不就是以前經常看的武俠小說中 經常會用到的嗎 言談之間 越來越多的風水師趕了過來 唉 看來今天想要全身而退 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我指著長眉老和尚要搖頭說 老和尚 你連自己的徒弟都教不好 那我憑什麼相信 你可以淨化我身上的魔器啊 酒肉和尚一聽 極到全身的肌肉都在打震 馬鞍 我要撕爛你把死人口 這個時候 又有兩隊人馬衝過來 一隊是國天才帶頭的國家人 另外一個就是花東雀大頭的花家人 兩個人都以為我殺了鐵王爺 還吞了他的內丹 我看著這兩個蠢材 沒有離好戲地說 唉 你們兩個人頭豬老 是要幫鐵王爺報仇的說話 就去找新家人 不要找我 激到他們生蝦地跳 偏偏是奈我不可 而接下來 就是郭家和花家兩位家主 郭西林和花滿元 連同陳狗 二師姐 四師姐他們也來賣 但是 最令我感到絕望的是 我再一次 見到了張月野 咦 上一次 那個摘下來的天師發印 令到我垂死而生 最終 休息了兩個多月才恢復過來 今天 我的境界雖然來到登天一景 但是自問和張月野之間 都還是有差距的 這個時候 屋外邊的漫天大雪還未停止 大河水流直卷 比起當初的東江邊 又更加多了幾分縮殺的氣氛 我的手微微有些震動 一旦和這班人動起手上來 可謂是毫無勝算 張月野鐵面無私地看著我 她說 按道理來說 我張月野不會兩次對同一個年輕人出手 但是 這次是例外 沒有辦法 盲安 你既然大難不死 為什麼這麼不珍惜自己的命 還要跑出來活動 與此同時 那個白衣風水師蕭奇也出現了 她說 老神仙 既然天命逼她逃過一劫 那是否考慮再給點時間 放她走呢 張月野望了眼蕭奇 冷冷地說 她是魔門中人 還有純龍人的血脈 在苗疆黑水龍潭 更加是奪取了恐怖的魔器 現在不聚 只怕日後圓門必定有浩劫降臨 媽媽 蕭奇看著我 似乎有點無奈地說 唉 我勸過你了 為什麼你總是不聽呢 如今搞到一條死路走到東 我想幫都幫你不到了 我對蕭奇也還有幾分好感 笑著說 我也只是跟你說一句 鐵王爺的內丹 是被新家人搶走的 至於其他人信不信 我也沒辦法 講完 我把白骨劍抽出來 抬頭遙望葬龍山的方向 我心在想 如果今天這麼不幸死在這裡 那就等我的來勢 再殺回葬龍山 本集經已播講完畢 如果對我馬鞍的風水秘術有何指教 歡迎你收藏 點贊以及留言 第293章 北老狗現必殺靈 那天壓得很低 一片死灰色 不停地有雪花在九天之上飄落 我心在這一刻 也感受到無比的孤獨 我掃視了眾人 發現郭元勇推到人群之中 雙眼很困惑地看著我 那種眼神 已經變得非常遙遠和陌生 再也沒有之前那種擔憂了 這陣子 將月夜抬起右手 一個龐大的太極圖 就出現在我的眼前 隨即 他用一種很憐憫的眼神 神網室我說 孟安 鐵王爺廟之下 是河眼的存在 可以用來真殺你的魔器 將你封在這裡 等大河之水洗清楚你身上的魔器 就可以恢復自由了 放心 貧道不會把你殺死的 這個太極圖是送你下去的 阿彌陀佛 將天使真是慈悲心長 那場未和尚就出聲說 以佛門霹靂金剛手段 貧僧認為該殺此子 不過 天使既有法子 那貧僧都願意貢獻一份力量 如你合力把他震在這處 看著他們兩個一槍一和的樣子 我不如都大笑起來 今天 圓門最頂尖的一班人 全部聚集在這裡 但是 萬家千年以前 風禁撞龍山 又策劃了靈台升官 把風水典籍帶入民間 對天下的風水中門 是有絕大恩的 而我孟安 超渡了無數多亡靈 那憑什麼要被他們囚禁在這裡 再說 河眼附近 本來就有個大魔頭震殺在這裡 我才不想和他做肉友 於是 我還視著眾人說 我沒有罪 你們誰都沒有資格去鎮殺我 我孟安不是當年的陳秋生 我才不會引誘你們把我封印在這裡 我豪氣乾雲 絲毫不受眼前的威脅 這個時候 在遙遠的北邊 傳來了一道 聲震蒼窮的判詞 孟安 你是葉龍轉世 心懷魔性 和魔門 又有著淺絲萬縷的關係 該陣該殺 這聲 帶著無窮無盡的力量 更加是一錘定音 決定我的生死 張月爺聽到這聲 就大聲叫 狗大人 想不到你還有時間 來跳望這鼠 在這段時間以來 我雖然聽說過北老狗的明星 還和他的弟子葉仙芝打過交道 但是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北老狗的聲 他好像在很遠的地方 但是 他的聲音 就在每一個人的耳朵邊響起 在我看上來 他更加像 在炫耀自己的神通廣大 那天 越來越陰沉 聽到北老狗的說話 張佩謹一下子 嚇到直接躺在地上 失聲痛哭 龍嬌羊勉強地把他扶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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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我一個這樣的毛頭小子 都值得北老狗發出必殺令嗎 好啊 那我今天就算是死 都死得夠驚天動地了吧 事到如今 我真的沒有辦法 唯有把黑龍姐抽出來 一遮一劍 準備和天下圓門血戰一場 郭世林就首當其衝 施展出他的快女術 從黃河裡的黎沙 認罪性人形 在斬眼之間 就在河岸上出現了一千個黎人 張月爺就把他那個天師法印製起 還不斷勸我 你如果是束手就擒 我們就只會把你困起來 只若然是反抗到底 那就大到無情 將你鎮殺 生死到燒 我再次大笑了起來 我笑他們到了這個時候 還想用死來威脅我 我離開壯龍山 是為了和自己找一條生路 我在東江市超渡了這麼多孤魂夜鬼 我實在想不通 我到底犯了什麼應該死的罪 以至於天下圓門都容我不下 這個時候 在人群的最外圍 傳來了呼喊聲 不要傷害我家主人 我一聽 是董鳳連百聲 他停停停地跑到我附近 我又見到他了 但與此同時 我在他身上見到很多道縫縫寶寶的黑線 他整個身就好像縫合怪一樣 被線全部亂起來 他帶著的那個青銅面具 早就破爛不堪 露出了面具之下 極為醜陋的樣子 跟在董鳳連身邊的人 是古甲道 這段時間以來 他真的蒼老了不少 兩隻眼紅色似乎是哭著跑過來的 漫天大雪之中 兩人飛奔而來顯得風塵埔埔 古甲道就向著我喊 少爺啊 之前老董 被那個廉魚道士砍碎了 我將他收收埋埋 再縫縫寶寶 所以過了這麼久 才養好他 古道長 老董 你們來找到我 我已經很感動的了 記住啊 你們兩個千萬不要出手 就在外圍看我 如何打殘他們 然後 我用命令式的口吻 對著董鳳連說 如果你還當我是你主人 就不要違背我的命令 本集經已播講完畢 如果對我馬安的風水秘術有何指教 歡迎你收藏 點贊 以及留言 第二百九十四章 力黨功恩劍 講完 我還是各路高手 想起爺爺問過我的說話 如果天下人將你圍住 都說你犯下大錯 說你該死 而你自己清楚 自己根本沒有做錯 亦都不能夠死 那在這個時候 你應該怎麼辦呢 當時我聽到這個問題 只是覺得非常困惑 和不可思議 天下圓門中人 因什麼解救要殺我啊 爺爺笑了笑 然後就用很堅定的語氣 給了一個答案我 如果 真的到了那一刻 就應該背負長劍殺出一條血路 至於最終的結果會是怎樣 就不要去理了 此時此刻 看來爺爺似乎預料到這種情境 而且是至為慘烈的一眾 我把心一橫 將全部順讓到力鼓蕩而起 又念動八字發決 跟著 嚇龍這強勁的力量一下子就傾涌而出 在我身上 然後便凝聚成一個強悍的保護層 我忽然想到 木杜忍在苗疆的時候 不是給我一個包裹嗎 還祝福我 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千萬不要打開 那麼眼下的這個時刻 怎麼都算是萬不得已了吧 我立刻打開包裹 裡面是一隻手掌這麼大的烏龜 烏龜仍是生的 只是看起來 一直處於冬眠的狀態 龜背上面 就貼著行字仔 上面寫 將其投入黃河古島 我有些搞不清楚木杜忍的容易 不過士急馬行田 都不理得那麼多了 用盡全力把這隻龜仔 就扔一聲投入到黃河裡 接著 他就被奔湧而去的河水所淹沒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眾人都被我這個舉動 搞得莫名其妙 還以為我在故弄懸虛 郭西林大喝一聲 操縱著泥人衝殺過泥 每隻泥人鼓擋著動力 威力都不容小趣 在漫天大雪之中 我不停地揮動白骨劍 每一劍斬出 就擊殺一個泥人 每一劍都展現出我真正的實力 在場所有風水師都看得呆曬 他們不敢相信在千年以來 真的有人能夠在十八歲這麼年輕 就進入登天境 修煉出簡直是逆天的修為 花凍雀和國天才更痛恨到我咬牙切齒 這個時候不停地在那邊煽風點火 說我修煉了什麼魔門之術 又養出什麼魔童 不殺死我簡直是天理不容等等等等 我忽然想到董南沒說過 昔日無影山的董山主天眾奇才 突破到最後的真龍景 是名符其實的問天強者 但是 當時的圓門眾人都紛紛認為董山主 是因為修煉魔門邪術所致 最終逼到他 落得一個智風同觀的命運 我看著這兩個活寶 地仰天狂笑起上來 風雪之中 顯得我的劍意更為之狂傲了 這個時候 只見到新龜龍走上前說 這個萬安十分大毒 不單是污衊我家師傅 而且他還是董龍山的葉龍轉世 加之搶賣陳秋生的魔器 魔性心種 不殺他 天地不容啊 這一句說話 很快就引起轟動 不少人望向我的目光 就更加陰暗 張月夜的目光同時也發生了變化 看來他已經放棄了 將我鎖在黃河河眼的打船 有了這一刻變化 他全身的鮮天光氣一下子散發出來 那一枚斬殺我的天師符印重新出現在天空 而她手援一番 手上邊罕見這樣 多了一把乾坤鐵劍 印劍相馳 在場所有風水師都呆住了 要知道 張月夜已經三十年沒有用過這把劍來震摩 那樣的了 唉 原來你竟然是葉龍轉世 將你鎮殺 乃是天下大道所趨啊 張月夜擺劍 然後發印騰空而起 一匹禁食孟虎趙然出現 正是龍虎山陣摩台的龍虎宮 孟虎現世 天師發印激落而下 我抬起白骨劍 全身的導力流淌日幻劍化 直接刺向黑虎雙眼來逼退他 然後左手揮出 一股逆天的導力爆發開來 對著天師發印就扎了過去 砰的聲 將天師發印打歪了幾寸刷身而過 差點就扎到旁邊那幫圍觀的風水師 人群之中又是一輪鼓噪 說我用心險虎 居然想借刀殺人 但是我也免得理他們了 因為緊接著張月夜手中的鐵劍製出 一股凌厲到極致的劍氣 又向著我的胸口直逼而禮 本集經已播講完畢 如果對我萬安的風水秘術有何指教 歡迎你收藏、點讚以及留言 請問一下